今天是12月16日 是普里奎卯年 三县清教大典的第四天 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东柱参观他的祭坛 请跟着我一起来参观 南投普里镇每12年会举办一次建教法会 通常都在属年的时候会建教法会 法会完第三年后会举行起安三县祭典 才会圆满达成 今年是所谓的三县清教大典 从12月16日到18日要开始吃素五天 至今每12年会举办一次 全镇的人都会自动的吃素 家家户户都会缴纳丁口钱 在外工作的游子也会自动自发的吃素 这项独特的建教文化已经列入了南投县五行的文化资产 三县清教跟建教的仪式都差不多 一样要设置总坛四方教坛 普里举办起安清教的由来 目前有两种说法 一是在日治初期1896年的时候 日军攻占大普城 在这个攻占的过程中 兼灭了抗日民兵约120人 之后对普里社的东南角的村庄进行报复追杀 号称普里社之义 而日方称为云林土匪事件 或普里社退城事件 当时普里的善心人士 冒险把无名的尸骨集中收藏 并见识供奉 事件过后普里的人士认为地方不尽 怨气太深了 莫过于沙场不凡 力气之机都为虐鬼无异 所以向台中的知识 请愿举行施恶鬼法会 这个就是普里举行起安清教的最早原刑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 恒吉宫妈祖庙1912年 自大渡城签建至县寺 就是现在恒吉宫的位置 新庙落城之后举行 庆成教 而后恒吉宫又因普里社大地震而重建 在普里相生的支持下 靠旧了美蓬子年 也就是鼠年的时候 就会进行起安清教的习俗 这个习俗至今已超过了百年以上 有两甲子的 第二次大战后 会在起安清教后第三年 也就是兔年的时候 会再举行三宪清教 普里举行起安清教的目的就是 祈祷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普里做久的历史已经超过百年了 几乎都是全员参与 每家每户都会收丁口钱 而且自动自发的吃素 在普里建教的期间 全镇封山封水 配合吃素 其高度的配合性在全台少见 而且如果在外地工作的游子 也会自律吃素 自动参与 目前南投县文化局 已经将普里的起安清教 三宪清教 登陆为南投县民俗类的 无形文化资产 文化资产 中文化资产 十年 一切都会被关心 新开放 我们在五岁和南投县民俗 中文化资产 我们在二十年 中文化资产 中文化资产 产生 中文化资产 很熟 但是居然一個人真的沒有人熟 姑姑 你知道你有多重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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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